孩子看你的口型 看你的眼神 就等了 我要打断一下呢 哎呀 好的 欢迎朴老师 欢迎朴老师 我等了有15分钟了 哦 那是我站了时间是吧 齐齐齐 这个比较嗨 比较嗨 你做教授的 你做教授的 我就跟你讲讲 人意理智性呗 没有我没提醒 我没有做好 我没有做好 我听你讲 人 讲理 讲义 讲字 讲性 你齐教授也是个大教授 你的理何在啊 你把所有的信息都打乱了 跟你接受的信息可能有点不一致 我想他跟你同步了吧 上面的时间点怎么样 那表格吧 那表格在哪里啊 15点你讲完 然后后面都接 整个阶段都被你打乱了 人意理智性你怎么执行呢 一个理智怎么执行呢 我接受批评好吗 我接受批评 老师这事我没有提醒 因为我大家都在 因为我向大家道歉 谁都没有道歉 好吗 谁都没道理 你风华夏末也没有道理 你同步了没有 我接收到了你的信息 我没有做好 向你道歉 也向各位朋友道歉 不好意思 我们大家多听着 增加了一个新六成 今天我们家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底下的人社帐 谢谢 谢谢 我几分钟 我几分钟 您随意 您随意 没事 对 您随意 我随意后面就更乱套 后面那么多嘉宾在那里排着队呢 我一看 其实大家想听的是干货 只要是就是说 讲的杜老师 可以的 本来这个时候季海涛已经上来了 水木兰已经上来了 乱七八糟的 讲了一理之心 结果自己 连一理之心 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你这种道歉我不接受 一个老教授了 要道歉 这辈子有多少钱要道啊 杜老师是舍干家 舍战牌 确实是不一样 杜老师是我没有提醒 因为我们家人说 就是说 因为讲到第五个 你别说话了 好 不好意思 杜老师 接受接受 简任何观点 我觉得 于是俱进 于是俱进也要 适合自己的一个风范 叫我来讲诗篇 结果人一理之心 全部上来了 讲完了 后面怎么讲啊 还要加个第六点 过分 这种过分 单教授 那年轻人怎么跟你学 学你的行 还是学你的烟 这个社会 简直一理之心的 大部分都是 不规矩的人 自己没做好 自己修也没做好 寒也没做好 听了口号讲的一套一套的 理论讲的一套一套的 我讨厌这种理论 我更希望实际行动 没断 您请 您请 知道了 不好意思 不管讲什么理论 你们讲中华美德 星火相传 我就让你体会一下 我的美德 美德就是 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 该批评就批评 该指证就指证 否则这个错误 不仅犯一辈子 还要影响下一代年轻人 这叫美德 一边讲着要涵养 一边讲着别人批评你 你要接受 一边讲着三岁的时候 父母怎么教你做孩子 怎么教你做人 一边在这里不断的犯规 我五分钟的时候 就想上来提醒了 风华项目不提醒 三岁中不提醒 十分钟我又想提醒了 我上来一下 就等于两个项 就应该时间超时了 没提醒 我下去了 十五分钟 还加第六条 后面还怎么拨啊 嘴上一套 行动上一套 这就不叫人意理直信 这叫扯淡 你今天补决不是人意理直信 我不放这个标 你今天组织人意理直信 我就要发这个标 就要让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美德 不做的 不对的时候 就要有人站出来指正 非要维护你一个权威啊 尊重你一个老教授啊 自己不自重 对不起 我就不给你尊重 以身作则 人传身教 我希望本一会儿所有其他的人 连迈的人 都能做到时间观念 守一个理直 守一个规矩 我今天本来想讲诗篇的 我想讲讲李白 讲讲曹操 讲讲苏东波 讲讲星期级 这都是我喜欢的诗篇 结果诗经被挤了 挤完了 我就在扇总这里捧场了 我就不讲了 因为讲完了后面的人更难 对不起我走了